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边的研究会 这段第二段 我们在11点 现在11点半开始 今天第二段 我刚刚介绍 这段入门的发表人 与语坛人 之后就开始 与语坛人 刘翔斌贾谱 他以前我的活动书 他在北京里面有说 大陆听不懂吗? 听不懂 他是将军 推移的宗教 两颗星 以前大陆是稍微一条干 刘将军在军方的资历相当完整 他当过兵 也当过文官 我知道他最好是在国安会 总统的国家安占会 在里面 也当重要很重要的机会 因为刘将军 他在外面完全穿我们这样的骨头 所以我做董夏佑 刘翔斌贾谱 来访问 跟他做个交通交流 交流 所以他今天要发表的论文 在我们的手册 三四三页有写 他的题目呢 就是台湾安全 以硬性的防卫力 TOP POWER 硬性的防卫力 内容他等一下会讲 另外第二篇论文呢 是李信荣教授 他讲的是台湾的软活力 TOP POWER 不,不过李信荣教授 他是怕他的膜在台湾 他出国 要没回 clash 所以他论文 本来请他 孙教授 他也是说他不知道 administr coined 愚蕭 他不知道 你有接到这个message 所以唯特 为了尊重李信荣教授 由我朱棋林 來給他簡單的一堂的論文 是簡單的介紹的論文 大概幾分鐘就好 這樣也就是對他的專業方 對大家對他的高修 來講才好 他的論文在37、37、38月份 他的論文下不下好 這兩天的論文後要 我們請 我中尊研學者 中正大學戰聯所的所長 學校抵達於東京大學 他在國防政策戰略方面 相當有他的專業 我們在過去學生的研究 我們也有共同學習、共同成長 所以這邊 我們也先送學文教授 所長來做宇潭人 宇潭人跟文化表人 你們每個人都找過文 十五分的時間 那我學沈小姐教授 這個時間還有五分鐘的時候 這個我這個 這個會拿出來 你們還有五分鐘 第二次呢 剩下兩分鐘就差不多要結束 大概就怎麼樣 我就不啰嗦 現在懶慢動工 教育我們第一位的論文發表人 由小林將軍 主持人 蔡部長 還有 舞台人宋院長 各位貴賓 今天很高興 參加這個研討會 尤其我在看到這個研討會主席以後 我更是非常願意來向各位報告我們的現況 我在剛才主持人有介紹過 我在國家能力待了差不多十年 那我們跟以前的老同事見面的時候 最近最常講的一句話就是說 我們從來沒有為台灣這麼憂心過 最近從來沒有這麼憂心過 那 當然今天看到 主辦單位 能夠把這個單位的主題來演好 我們個人也很欣賠也很感謝 有做這麼樣的一個演好 所以很樂意的來參加 剛才這個 主持人提過了 我用國語來跟各位報告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台語很久沒有講 我不是不會養 很久沒有講 我覺得 對這個比較專業的東西 用我比較習慣的語言來報告 我比較精準的 所以這個也是對各位的尊重 所以我現在第一個要報告 就是說我今天的題目只是報告這個硬實力 就是我們 硬體上面在國防上 我們硬實力到底是 我們的現況是怎麼樣 那我就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我今天就是就事論事 我也不去做一些隱瞞 或是 我就實際的跟各位講 我們現在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也都知道 這個硬實力 在整體的戰力裡面來講 他佔的分量很小 佔的不是很大 我想歷史上各位都看到越佔了 各位看看越南跟美國的戰力差多少 為什麼幾十年以後 美國還慘慨地離開了越南 所以硬實力 在整個整體戰力 在作戰裡面來講 他戰的部分變不大 除非是有關鍵性的武器 關鍵性 比如說你有核子武器 像北韓他有核子武器 那這個會影響一個戰爭 或是說沒有特別的 我們幾年來 一直跟政府建議 要發展一些關鍵性的武器 但是很遺憾 比如說 並沒有朝這方面去做 我舉例講 比如說我們以前聽過油氣彈 油氣彈就是一個 號稱所謂的窮人的原子彈 但是幾年來 我們都沒有朝這方面去做 那我們台灣最強的電子戰 我們也沒有去做 我們最強的資訊戰 我們也沒有去做 這都很可惜的 各位想想看 如果說今天 在台灣 如果我們有美軍 我們常常跟美軍在談 如果今天我們有美軍的電子戰的能力 那中國要打我們是很難的 整個台灣海域 都被我們的電子干擾 被我們的 他飛機飛上來根本都聯合不到 他怎麼打仗 所以電子戰是一個很關鍵 各位今天也看到了 美國T7艦隊 連續撞了四條船一個月 一年連續撞四隻船 結果現在有訊息出來 說是被駭客入侵了他的GPS 我不曉得是不是真的 但是我可以跟各位講 這個是做得到的 做得到的 尤其我們台灣的資訊戰能力很強 我可以跟各位報告 今年我們世界駭客比賽 今年我們拿的是第二名 全世界第二名 大陸派了四個隊 韓國派了兩個隊 全世界我們台灣是第二名 所以我們台灣駭客的能力非常強 那你說今天駭客 駭進了你的指揮系統 駭進了你的作戰系統 要讓你去撞船 也要用飛彈亂射也要 不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我剛剛講的 硬體啊 硬實力 硬國防力 不是沒有關鍵性的重要 但是如果說你走對的方向 你到了某一個方向對領以後 那是可以有用 所以我們最近常常講 我們國防部也建議 當我們退休了 就是建議他聽不聽 我們也不會再講第二句 就是說今天我們國見國照 我們去造那個教練機 我還不如去發展我們的巡迷飛彈 各位大概也不知道 我們的巡迷飛彈的導航 比美國能力還強 這美國都承認 我們的巡迷飛彈 它對地面的士兵 它的導航比美國還強 這個美國的這個都有幾乎 所以我們不是沒有能力去 讓我們的硬實力更強 只是我們走的方向並不是很正確 也沒有真正下決心去做 那現在我就把我們國內目前的狀況 各位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我分幾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飛彈 因為現在我們台灣遭受最直接 最快的威脅就是飛彈 因為現在台灣雖然說是一個海島 但是因為武器的進步 第一個我們要面臨的就是飛彈的威脅 我現在九六拍 我已經各位也嘗試過 他的飛彈要打到台灣來 是非常的容易 那我就跟各位報告說 我們到底有沒有反飛彈的能力 我要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我們沒有 我們完全沒有反飛彈的能力 各位也許會聽說 我們愛國者飛彈 我可以跟各位報告 愛國者飛彈是 我是一約小補的小組長 是我去簽的約 我買回來的 這三套新的 當初我們在買的時候 我們並不是要來做反飛彈 我們買的是愛國者二型 愛國者二型在那個時候 包括美軍都沒有反飛彈的能力 都沒有反飛彈的能力 所以我們當初買的愛國者二型 是拿來做防空的 做防空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愛國者飛彈 我們自己的天空飛彈不夠 所以我們就買了三套 我們四三套做防空 後來因為九六開爾危機 大家為了 國防部也就是 為了讓民眾有信心 就說我沒有反飛彈 你事實上什麼 這第一個就是說 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在反飛彈方面 我們是沒有能力去反飛彈 不要說我們 包括美國在內 我可以跟各位報告 美國現在所謂的薩德系統 裝在韓國的薩德系統 對美國是有幫助的 但是對韓國一點幫助 對韓國一點幫助 美國的飛彈防禦 它主要是做三個階段 第一個就是上升階段 第二個是平飛階段 第三個是重返大騎乘的 下這階段 各位知不知道 那個下來的時候 它的速度是多少 九倍的音速 重力加速度 從太空這樣直接 而且那個角度是75度 甚至再高的話 大概七八十度那個角度 這樣下來 各位想想看 七倍的音速 我們的飛彈再快 兩倍音速 你怎麼去打那個七倍音速的東西 所以韓國的飛彈在最後一個階段 要能夠拦到它 只有一條路 就是跟它頭對頭去打它 就是你剛好在它要打的目標的 三十度以內 你才有可能頭對頭去跟它撞到 你還不見得撞得到 速度太快了 所以美國的飛彈系統 它一天到晚講薩德薩德 那是保護美國本土 韓國 飛彈掉下來根本來不及 所以美國主要是靠在 平飛的那個階段 大概從 中國對它最威脅 打到 大陸去 你再飛也要飛 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以上 它是靠階段 而且階段它的速度最慢 階段平飛速度最慢 所以這是第一個我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事實上飛彈有沒有殺傷力 飛彈的殺傷力非常低 飛彈的殺傷力非常低 9月我開危機的時候 我的任務就到各大學 到電視 去跟國人報告說 這個飛彈到底有多大的能力 我可以跟各位報告 打到台灣台的飛彈 它不可能用洲際飛彈 它用短程的飛彈 M-11跟M-9 一個彈頭是300公斤 一個彈頭是600公斤 打下來有什麼感覺 我常常講 那一顆最大的那個600公斤 M-9 600公斤彈頭的飛彈 打到中間 你知道紅樓看 紅樓西二看電影都沒事 它的殺傷半徑只有150公尺 在城鎮裡面 半徑只有150公尺 所以飛彈它的殺傷力沒有限 這有一個是為什麼 很多國家沒有花很多的力氣去做防飛彈 第二個就是火箭 中國現在的PH-3 PH-103型的長程火箭 你叫任何國家來都難不到 因為第一個它的彈道非常低 第二個它沒有固定的米機 第二個它太便宜了所以打到跑不來 第三個它太多了 那中國的火箭就可以直接射到台灣來 它不會拿飛彈來打我們 它拿飛彈來打發光的 一顆飛彈 大概一千多萬 一千多萬一顆 對 台幣一千多萬台幣 但是一顆火箭多少成 大概幾百萬 就過了 就可以打到台灣 所以一般來講 通常 而且你飛彈的攔截按照標準 都是兩顆 去攔截一顆 一次要打兩顆出去 所以一次就是兩千萬台幣出去 你還不見得難得到 所以這個就是我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反飛彈作戰 我們台灣目前可以說是 沒有什麼效率 事實上但是這個也不是很重要 接下來我就講到我們防空的力量有多強 中國 它的軍費表面上是我們的十五倍 但是因為它有很多隱藏性的軍費 比如它有軍工企業 它很多都是自己在做 那個都沒有算在裡面 隨便算一算 它基本上一般大家公認 它的軍費應該是我們二十倍以上 二十倍以上 我們的戰機現在號稱是五百架 但是都老舊 我們的戰機換一下F-16加上IDF 加起來總數量大概不到五百架 但是真正能夠投入作戰 我的判斷大概就是兩三百架 而且這都已經是第三代跟第四代的戰機 也就是落伍的戰機 都已經落伍 二十年前的戰機 中國的飛機有多少架? 兩千架 兩千架以上 所以數量就多很多 另外它最新的幾項 它有很多是四代半的 就是隱形戰機 比如說千二十 千二十 淑凱三四五 這都是第四代半的戰機 也就是隱形戰機 那它的戰力當然就強很多 而且它是長程的作戰飛機 那我們台灣吃虧最大的 就是我們的機場 通通在它的 攻擊範圍裡面 它的飛彈的攻擊範圍裡面 也在它的 以前我們為什麼說東部的基地都沒有問題 因為那個時候中國的飛機飛不到那麼遠去 飛不到我們的東岸 所以我們花蓮嘉山基地 那個都可以保存我們的戰力 但現在都不行 它的千二十、千十都可以繞到我們的東部去 直接從東部就可以攻擊 它的飛彈也可以直接攻擊到 我們任何地理 所以基本上 我們空軍 將來在作戰期間 要能夠發揮戰力的機會 也不大 因為我們的機場很難去維持到 那我們當然在這方面 我們有做了很多的設備 我們通常如果我們機場跑道被炸掉 不能夠使用 我們基本上兩個小時就可以幫它恢復 那利用這個空檔飛機再起來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最近 國防部天天在講說 我們要買F-35垂直即將的飛機 那就比較不依賴跑道 那這個是我們將來可以走的一條路 所以基本上各位可以離職調 我們在空軍的戰力方面 兩邊相差也蠻多的 第三個海軍啊 海軍的問題 事實上要比空軍還要嚴重一點 所謂嚴重的原因就是因為海軍的港口 如果港口被破壞以後 這個海軍他的生存能力就很差 第二個就是因為我們的空軍的實力不夠強 所以說如果海軍打起來的時候 基本上是沒有空軍來幫它 就是基本上是在空憂不足的底下去作戰 那這個對海軍那一展是非常上的 為什麼我們可以看到航空母艦開地要帶飛機 那主要就是因為需要空軍來協助 最後一個講到的 所以海軍作戰上我們也沒有辦法 利用海軍來翻轉將來的一個戰車 最後就講到地面戰車 我們地面買了很多戰車弄很多 我自己本身是陸軍的 但是我並不贊成去發展太多的陸軍 因為陸軍來講 將來用的機率很少 傳統的登陸都不太可能發生 所以這個就是說 我們將來陸軍要能夠發揮戰力要開始打的時候 這個機率非常的小 所以傳統的登陸作戰機率也很小 所以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想我只能簡單的把我們的陸軍、海軍、空軍 跟反對戰的狀況 跟各位做個簡單的報告 比較詳細的數字 我就不再做說明 這個資料上都有 但是我們有沒有機會 我們有很大的機會 第一個我剛才提到的 第一個如果我們好好去發展資訊戰 我們有機會 各位注意到 我們中國派的四個隊 沒有拿到名次 我們台灣拿的是第二名 世界的海軍 前年我們是拿第三名 每一年我們都是前三名 所以我們的資訊戰能力很強 第二個電子戰能力很強 我們台灣的電子業非常強 可是我們很可惜 電子戰我們沒有去當作重要 如果我們 將來把我們的資訊戰 把我們的電子戰 當作我們一個國防主要應實力的一個方向 我相信我們絕對是超過重要 而且這個對戰爭 才會有關鍵性的影響 所以我簡單一些報告到這裡 謝謝 謝謝 很感謝劉將軍 很簡單的 我希望蔡英文總統能夠聽 你有機會她簽名當她的 國廣眾的顧問 希望她能夠聽到真正的聲音 這是我的期待 這是我的期待